有的时候就是没有什么浴室梦 然后突然就有一些突发的事件 比如说像意外伤害 这种事情就发生了 那发生以后的当晚呢 然后他就梦到 比这个白天实际情况 要严重的多的场景 那怎么区别这个梦呢 它是来显化 本来应该发生的事情 大事化小了 还是说这是一个新的浴室梦 需要新的小房子来化碱 我讲给你听 如果梦中很严重 现实当中是碱一半 真的懂了吗 梦中死了 现实当中生病 生重病 如果梦中生重病 现实当中生小病 如果梦中先生小病 现实当中伤风感冒 好了 就这样子 如果梦中出差错了 车祸了 那么死不掉 要当心 好了 师父是这样的 就是说是先发生的事情 这个事情毫无任何梦的征兆 然后就发生了 但是发生的当晚呢 就对到一个梦 比这个白天的情况要严重的多 那这个梦 有的时候就理解好像是 白天应该是很严重的 但是 大事化小了 大事化小了 这怎么区别它是大事化小了 还是说它之后还会有一个新的一个节呢 不会的 大事化小了 这个梦已经发生了 发生就是过了 过了这个就过了这个节了 就如果是白天发生 晚上做梦 这种一般就是指白天 这个事情 对啊 就叫死后诸葛亮 对啊 嗯